大家好,我是依禅 今天依禅想跟大家聊聊 关于毁掉一段关系 这两个字就够了 师父说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就像十道算数题 你算对了九道 别人却只看到你算错的那题 对一个人好千次百次 但只要有一次的不好 就足以抹杀你所有的努力 毁掉一段关系 只要拼命付出就够了 对一个人太过炽热 就是在比对方作恶 你总是有求必应 习惯替别人着想 你总是心软善良 次次百给 回回退让 你以为只要自己足够好 就能够换来感情足够真 殊不知 人心是不知足的 欲望是未不饱的 给予的多了 一旦停止就成了自私 温和的久了 稍有脾气就成了恶人 感情是一号品 你对别人好一点 自己就委屈一点 不是所有的设身处地 都能换来赤尘香带 不是所有的包容体量 都能换来推薪致富 过度的友好 反而会被当作廉价的嗜好 一味的付出 反而难以得到别人的在乎 沙子窝得越紧 流失得越快 对一个人越好 越不被珍惜 单方面的全心全意 难以得到长久的关系 人活着就算世事周全 也未必能让人人满意 真正能够维持一段关系的 不是你为别人付出多少 而是你自身实力的强弱 别把他人看得太重 别把自己摆得太低 别怕伤了感情 就被迫接受 不要碍于面子 就不去拒绝 三分爱人 七分爱己 好的感情 对的关系 从来不需要你太用力 把好心 留给知恩图报的人 把真心 留给有情有义的人 愿你所有付出 都甘之如頤 愿你换来所得 皆归于欢喜 我是依禅 喜欢我的话 别忘了分享哦 每晚八点 我在这里等你 希望依禅的话 能给你带来一些温暖 与平静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